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打完副本开一下箱子 看能不能装一点金条 不错出了个伤害涂抹 34000金条到手美滋滋 40产业也不错了 看来这种运气不错 全是好东西 剩下把配件都分解了 最后一个雕士给我来个大爆 30个材料还算可以 雕士来45个就完美了 高效密欧现在是越来越难了 越往后遇到的都是科金大佬 建议大家别去打 第二那就太夸张了 就算你运气很好 遇到的都很惨 也只是换到两三个配件材料而已 但要是遇到大佬 少说都要掉一层皮 刚刚说完就入侵者来了 表哥你还是躲一下吧 服了他们了 一集秘屋都不放过 我的无人机扛不住 这个人不简单呀 赶紧跑了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表哥 你要惨了 又来了一个入侵者 这次出门没看皇帝呀 啥糟糕心事都让我拼上了 不能等我跟你拼了 算了算了你厉害 怎么给你们跑 让他们去打下 还好终于把他给耗走了 要了我半条老命 过去还是没了 这些人真是过分 对我这个品名这么狠 哎这不是刚刚那个吧 布丁你说我是上呢还是不上呢 妖哥别怂 忙他呀的 咱们要给他点颜色强强 我心里没点地啊 别怕 你可是打了不死的小强 吓我一跳都打到上面来了 白痴只有26这打个鬼哦 名副差距这么夸张 我可是带了两个20级配件 这人怎么看着好熟悉 不愧是苏醒吧 我记得苏醒也叫后得在我 盈帝是巨右仙好像真是苏醒 不会真那么巧吧 他可是磕了差不多一套房呢 估计你没信 还是放弃吧 这不是还有个武士大佬吗 咱们帮忙打输出 我的无人机只有24点伤害 这也太低了 妈呀伤害是我的十倍 玩个蛇皮 三个退友算了 我的护甲怎么就废了呢 平时我都舍不得穿 一下子就要没了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上 拜拜